新北市淡水區的護衛藝文休閒園區 高達八成的綠化鑽石及綠建築 貫穿園區基地的米粉遼溪 在經過整治復育後 成為魚群蝦蟹的聚集地 而昆蟲蝴蝶飛舞 以及白露絲鳥類駐足的生態持叛 因此社團法人 台灣麥子教育發展協會與園區 日前舉辦的培訓小小導覽園 推動環境教育活動 讓小朋友了解綠建築與生態環境的連結 就是我們先讓孩子來學習這個過程 那其實最好的學習 不只是說我們只是聽 不是只是看而已 而是最棒的學習就是 可以讓孩子實際去教別人 那當然孩子在教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沒有像大人在教教學的過程那麼精彩 但是孩子在輸出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邊的護榮廣廠為什麼是叫護榮廣廠 那為什麼他要做的這邊的地磚 是跟外面不一樣的地磚 為什麼要維持這樣的生態 協會表示去年語言區舉辦了三場導覽活動 邀請到孩子來到里來廣廠 不只是購物場所更是與生態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讓孩子學習吸收生態知識後 在這一場活動當中帶領大家把這些導覽解說給在場的大人小孩了解 也藉此加深對於環境教育的學習 那孩子不只是說他們學習到這個綠建築 然後生態自然的相關東西 然後他們也學習去怎麼面對陌生人 那台底下的所有人都沒有這個預備好 瑞好的 就是大家都是從四面八方來 那孩子就是要在這一群人面前 他們去學習怎麼樣展露自己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無論是好是壞 但是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一個經驗 那透過這個經驗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其實他們講完 他們也很有成就感 導覽以園區為主要場域 規劃永續水域及陸域生態活動 體驗觀察 帶領孩子們觀察探究環境與永續的重要 也讓孩子走進園區生態自然場域 進行認識水陸域生態核川健康調查及昆蟲探索 激發孩子們對於大自然的環境好奇與關懷 進而培養研究精神與學習熱情 記者是段一淡水採訪報導